本港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上 失落第一名的位置 201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出爐 香港在全球排名由去年的第一跌到第二 被美國年升三位爬了頭 主要是受到基礎建設一項拖累 這個分項排名由去年的20跌到23 而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就連續四年排名第一 經濟表現由第十一升到第九位 我相信它可能根據指標編制 很多時候基建的投入 跟GDP相比計算一些比例出來 但問題是很多基建 當你做完之後才發揮經濟效用 我覺得也不要介意排名的變化 總體來說當然基建 無論是軟基建還是硬基建 一定是有改善空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人家是這樣的排名 香港就繼續努力 香港政府發言人說 本界政府一直致力提升 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和活力 香港必須繼續努力鞏固優勢 包括優良的法治傳統 自由開放的市場等 又強調中國和亞洲地區 繼續會是環球經濟的火車頭 香港可以在國家十三五規劃 一帶一路倡議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扮演獨特的角色 將會為香港的經濟鑄入新動力 今次全球總共有六十三個經濟體受評估 頭五名基本上都是那幾個國家 至於中國大陸就上升了五位 排第十三 聯報說中國加強對有型和無型基礎設施的投資 和對監管方式的調整都有提升表現 而台灣就排第十七 英國排二十 日本排二十五 最後是委內瑞拉